每一每看到女儿癫痫发作 金女士就说不出来的心疼 忍不住的恨 她不止一次想 如果当初生产时丈夫在身边 婆婆能够当机立断 或许女儿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 可让她更气愤的是 婆婆并没有因此心存愧疚 孩子出生后 公公婆婆甚至都没来看过孩子一眼 这让本家对婆家心怀借地的她 又在心里记了一笔 这个月子没来照顾 我也没有生气 往后我的孩子 作为奶奶爷爷没来看 你们重男轻女的话 她是不是你们家的 父母来看过 你父亲啥天来看 我母亲能不来吗 怎么能不照顾 我当事人最清楚 没有说是不管吧 那是自己的孙女啊 没有 这孩子辞一个月了 然后她的母亲还是父亲 打发她的大妹妹 上我们家来了 她说的那个咱妈叫你们回去 那说明老人还是想孩子了吗 那想孩子了 有这样是一个多月都不来看的吗 孩子呢正好那时候感冒了 我就说要回去吧 你自己回去看看 孩子就别抱去了 我这么话言一落 她就上来跟我抢孩子了 她的大妹妹就站那块 十指指我骂了三句 那太难听 我希望她出来挡一句吧 是不是 你最起码不说扇她一个嘴巴子 你有话好好说 你怎么能骂我媳妇呢 没有 无动于衷 就好像 哎呀你骂得对 小姑子就在那骂三句 然后我说你给我滚 她就走了 我就不知道她是回去 哭了还是怎么样 等到晚上 她的父亲骑警车就冲上来了 找我理论来 那么平时你都没说 想孙女来看过一眼 你姑娘回去哭了还是怎么样 你就冲上来找我理论来啦 你这时候有时间啦 你这脸皮得多厚啊 这她也没出来说一句啊 最后我就进我的屋 她父亲就走了 我希望作为你是我的丈夫 你可以背着我跟你父亲说 这个事做得不对了 是不是